博詞-程煨nen 船外的大魚 淋濕冰冷的空氣 好羨慕 天空可以空氣 孤單的往前近 我答应过我自己 要赢到这世界交给你 忘了多久没有拥抱你 我没有流泪的时间 没有后悔的预定 谁能让我那么执着 这世上至少你要懂我 这一次幻梦在夜里等候 从今以后你是我唯一的执着 麻烦你的通行证 不是医生 对不起 这是新规定 你要有专用的通行证才可以进入 医生也一样 我今天白天才刚来过 抱歉 这是今天下午六点才实施的新规定 秋副 刚刚清明打电话给我 怎么样 他说他人永远不太熟了 他的状况都在我们掌握当中 我们会处理 秋副 他说他手有一种 是不是开始有点 会处理 我可以进去看他吗 没有人跟你讲说 那边那个新规定 就是专门为你而设的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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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怎么这么晚来跑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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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进片房间都一直 现在连看便利都要密码 你怎么搞的 刘欣平有什么状况吗 他在电话里面没有说清楚 只是说什么他很难过的时候 有点重 我担心会不会是血管转散 苏医师 刘欣平已经不是你的病人了 怎么究竟能说这种话 连你也说这种话 我是个医生 我知道这个病人有状况 我关心一下他都不行吗 难道当我要救人的时候 我还要知道他是谁的病人 我才可以救吗 好 你要我想办法弄掉通许症 好在你进入流行病病房去看他 是 坐吧 坐吧 好 没关系 我是中文医疗团队的副造级 我当然可以连坐 有什么做 我愿意 是吗 没有看到病例 也没有看到刘欣平本人 就凭电话里面一些不完整的描述 你就信他出了问题 我也想要试着联络上他 只是刚好他的来电没有电话显示 所以我 放轻松一点 人有时候是需要耐心的 苏医师 你知不知道我最欣赏你是哪一点吗 你眼睛里面充满了热忱 也充满了诚意 我年轻的时候 也有你这样的眼神 可是经过这么多年下来呢 我知道光自己这次不够的 那不能成大局 除了 我不懂你的意思 如果我现在就让你去接触刘欣平 那不就跟唐国泰正式宣战了吗 我是不会在这种完全没有准备这身情形之下的 被迫应战 那是没有胜算的 那我爱刘欣平真的有状况怎么办 你放心 唐主任跟邱副主任他们会处理的 记住我的话 现在抢猪头对你一点好事都没有 一定要等到最好的时机再出手 主任我没有要抢猪头 我只是想 我知道你不是 你也没有 不过记住我的话 不要创作过急 有空到家里面坐坐 好 不要急 要有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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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黄院长不在你来跟我沟通的 拜托 我有什么好沟通的 你知道现在病患家属 他们提出多少赔偿薪额的要求吗 八百万 八百万 现在事情到底怎么发生的 根本就不清不楚 家属凭什么跟我们要求这样的赔偿军 是啊 总之呢 院长是他们那边 希望这个事情不要再扑它下去了 所以他们现在目前倾向就是直接赔偿 直接赔偿 为什么 他们在担心什么 不好意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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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他们在担心什么 我一点都不担心 我知道你的个性 是这样子的 院长是他们那方面希望 如果 我们先做个假设 如果你愿意出面来承担这个所谓 民意上的责任的话 那么接下来实质上的谈判 或者是赔偿金部分 黄院长他们会立刻接受来处理 也就是说 你不需要自己出面 而且赔偿金部分 你不需要出到一毛钱 那再讲长远一点的话 未来你在医院里面的 品鉴也好 升等也好 我想黄院长 他一定会记得这一次 你在这个事情当中的付出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你了解我 你也应该知道 赔偿金额多少 或者是深不深深的问题 根本不是我在意的 那你在意什么 我问你 如果你今天因为医疗纠纷 被判处徒刑 黄院长能够代替你去坐牢吗 我想整个事情 不可能变得像你想的那么恐怖 现在不管是院方 或者是病患家属 没有人希望是由法律途径 来解决这个事情 而且没有人希望这个事情闹上媒体 因为一闹上媒体的话 就是两败俱伤 谁也拿不到好处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上面 大家是有共识的 师傅 你误会我刚才的意思了 我不是害怕把事情闹大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今天根本就没有犯错 本来就不需要赔偿 那为什么要急着跟别人谈条件 关心 我试着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 我客观的来分析这件事情给你听 你看 黄院长他是一个医学院院长 他的目标很大 所以如果今天着力点 是落在他身上的话 那整个争议会非常大 事情会变得很复杂 对不对 可是换个角度 如果你愿意多承担一点的话 那么院长他会有一个更大的空间 对不对 他可以用一个比较超然 比较客观的立场 来跟病患家属周旋 谈判 来处理整个事情 那我想这样子整个事情 是不是会圆满一点呢 邱库 我完全不赞同你的意见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 本来就是是非跟对错的问题 它不是债务 既然不是债务 怎么可以用分配交官的方式 来解决问题 对吧 我想这只是立场 或者是说法的不同而已 好 那也许我们换个方法来讲这件事情 你就把它当成是帮个朋友嘛 反正这个事情弄到后来 我相信你也不会有太大的损伤 别人又欠你一个人情 这何乐不为呢 我们一生只要尽了力 不管到最后的结果 成功还是失败都问心无愧 因为毕竟我们不是神 但是今天你要我平白无故承认犯错 就是叫我承认过失杀人 过失杀人 不管赔了再多的钱 都还是过失杀人 从事医疗这个行业 如果不重视名誉 那根本就不要做了 我问你啊 你今天还要不从事医疗这个行业 如果要你怎么会告诉我 没有什么损失 你怎么会告诉我不重要呢 好 关心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真的 我完全同意 只是我想 我还是要跟你讲一个真话 今天黄院长他亲口答应 在未来你工作上升迁上 他会打力帮助你 我觉得他其实已经很够意思了 你想想看 你今天在附属医院上班 他是医学院院长 你干嘛跟他过不去 我从来没有要跟谁过不去 我今天只是就有事认识而已 但是如果求复你 今天硬要逼我去的顶责任 就是你跟我过不去 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我只是帮别人传话而已 这个不是我的意思啊 对不起 是不是太激动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了 我不是要责怪你 没有关系 其实我早就知道 今天顶多就是跟你 来吃个早饭而已 因为我讲再多 你都不可能改变你的立场 对不对 好啦 那现在我台词说完了 我们现在就是 好好吃一顿早餐嘛 好 真的 不骗你 这边东西真的很正面 你试试看 对不起 喂 好 我马上回来 对不起 没有办法跟你吃早饭了 我要先回医院 没关系 希望我们刚才的谈话 不会困扰你 好不好 没关系 我这样只是负责传达而已 受人之作 受人之事 我是好人 好 好 那你慢慢用 我先走了 那今天我请客 好不好 下一次还你请 好 谢谢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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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世伟 乌世伟 现在要怎么处理呢 明天落下X光科 请他们准备进行经脉习惯税 提醒他们 嫌疑既要从左手周边经脉打进去 不要从破坏注射 要不然什么都看不到 可是负责人 现在是时间忙了去找的话有点 怎么样 我不管他们那边有多忙 请他们第一优先处理 而且你要注意到 你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流行便宜 就做这个检查 去了以后你就在那边等 骗子一洗出来马上拿给我 朱女士于今年6月17号入院 由于朱女士长期不孕 因此我们初步判定 朱女士可能是子宫长期发炎 导致子宫黏膜过多 造成子宫沾黏 喂 你不要老师说一些废话好不好 讲一些人听得懂的嘛 哎 关心呢 那个麻醉医师为什么没有来啊 叫出来啊 叫出来讲啊 我们安排朱女士 在6月18号接受子宫内视镜的检验 朱女士进入手术房之后 情况良好 由于这一次的手术是不受时间限定 因此本院麻醉科的关心官医师 依照惯例采用静脉麻醉 从麻醉到手术的过程中 一切正常并没有任何益状 你怎么上来了 对不起这件东西耽搁了一点时间 所以现在怎么办 想怎么办 就是认识啊 秋副主任没有先找你谈吗 这件事跟秋副主任有什么关系 有事情直接交谈 不要派人喘话 我们不是在同一间医院吗 对于黄医长刚刚的报告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 你们说的这些医疗报告 对我们来讲太专业了 你们一直在为这些小的事情在打转 你们看我们的心情已经很难过了 怎么听得进去呢 更好笑的是 刚才听完你们的报告 好像是说这个手术是成功的 那既然成功了人为什么会死 是不是让我们这些家族 跪下来给你们叩头再说声谢谢 讲他什么话 莫名字你们都叫他 对啊 对啊 飞先生 祝你去的过时我们跟你一样感到难过 也很遗憾 好了好了够了够了够了 这几天你们已经说了很多遗憾啊难过的这些话 请你们不要再用这种言语来敷衍我们 难道你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我 你既然手术成功了 那人为什么会死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邓先生 事实上提出来的每一个问题 我们对我一直在追查 但是手术 麻醉涉及的范围很广泛 我们是不是能够请当天负责麻醉 以及整个急救过程的关心医师 上来说明一下 看看他能不能够回答你的问题 你能回答我刚刚的问题吗 是你要负一切的责任吗 你愿意听完我的报告再提出你的问题吗 我在问你 是你要负一切的责任吗 请你回答我 如果这就是你的问题 抱歉我无法回答 那你干嘛浪费我们的时间呢 我只想试试说明事实的真相 让大家理解 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如果你认为这样的理解不重要 那我就要先离开了 我也不想浪费时间 必须去看其他的病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 如果邓先生你不想听 就请你出去 让关医师把话说完 我想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在追回应那么经历 好 谢谢 谢谢 作為一個麻醉醫師 有時候我也會懷疑 每一次的默哀 到底可以挽回什麼 就像下一次 我同樣無法阻止此生 從我手中多出生命一樣 可是是不是因為這樣 就從此不再重拾醫療這個行業 這樣的默哀 與其說是為了死去的病人 倒不說是為了我自己 因為默哀 讓我體驗到自己的無能 以及感受到死亡的一個恐懼 也為我這樣 我才能繼續在這個行業中奮鬥下去 各位看到這一張是這次手術的麻醉紀錄 說得好 你又在讓我們看一些我們看不懂的東西 我倒想請問你 關醫師 紀錄是你記的 話語是你自己說的 我們憑什麼相信你說的真還是假的 你必須相信我 因為我在這裡公開地向大家說 並且以我的信譽在病例紀錄上簽下我的名字 我從頭到尾都不相信你 你說什麼 我說我從頭到尾都不相信你 不相信你們 不相信這家醫院 如果你從頭到尾都不相信我們醫院中任何一個人 你為什麼要簽這張手術統一書 你為什麼要把他的生命交在我們手中 你很會耍嘴皮啊 關醫師 我只想讓你知道你必須相信我 就如同我也會用同樣誠懇的態度 面對整件事情一樣 關醫師 我聽人家說 醫學的道理非常地複雜 如果醫師 存心要欺騙我們 我們是一點辦法都沒有 但是 今天在這 我願意相信你們 公醫師 請你說一句良心話 你們到底 盡力了沒有 小燕姐 為什麼要救犯呢 小燕姐 為什麼要救犯呢 小燕姐 我過世嗎 對不起 燕姐 不能夠錢在訪問 對不起 我們讓音樂給我們真相 不要掩蓋事實 對啊 我們要真相 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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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一點 打開一點 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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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 女士 你可以說明一下嗎 女士 你可以說明一下嗎 好 來 有什麼話 我來說就好了 來 看這裡 我現在要跟全國的觀眾講 我現在要跟全國的觀眾講 這個黎恩大醫院 草菅人密不負責任 對啦 對啦 我們要撐相 對啦 撐相 撐相 你不想殺我嗎 你不覺得醫院的這些人太可惡嗎 我們只是個小市民 他們一定會欺負我們 如果不找些人來幫忙 這些醫生不會把我們放在眼裡的 那些人 像人一樣嗎 人家還以為我們是什麼人 我們在這裡用他們的方法 再說也不會贏 他們說一些我們聽不懂的話 拿了一些我們看不懂的藥 就說已經盡力了 你們會相信嗎 慧英的死他們叫負責 不能就這麼就算了 你昨天不是打電話給他們 打算用八百萬解決慧英的事 怎麼現在你覺得不能就這樣算了呢 那個是談判 我要他們對慧英的死負責 我解釋容納要求賠償 你沒有資格 你說什麼 他為你還債還不夠多嗎 到時候你還不放過他 還想拿來賺錢 不放過他的是你們呢 你們住的穿的開的車 全部都是他付的錢呢 他苦了一輩子為了你們呢 你說什麼 對不起 我什麼都不要 我只求一個公道 我要他們告訴我 慧英 為什麼死了 是誰把記者弄到這兒來的 報告院長 那個馬一芬很有辦法的 因為發生什麼事情她都秀得到 但是現在記者那邊 我們又管不了那麼多了 最重要的是把這件事情搞定 邱吉成到底跟關醫師溝通過沒有 據我所知 其實邱副主任跟關醫師的溝通 好像不太成功 關醫師一直認為 他自己沒有出什麼差錯 他到底要什麼 我想不出來他這樣做 對他有什麼好處 也許關醫師認為 邱副主任的層級太低 如果是這樣 我們就找麻醉客的賴主任 去跟他談 那個賴主任 滿口廣東國語呼嚕嚕的 我跟他說不上半句話 賴陳旭從教授一路升到麻醉科主任 都是由外科唐國泰主任一手張羅的 我相信 你只要透過唐國泰傳個話就可以了 唐國泰 他最近不是有很多 爭取副社醫院院長的動作嗎 我想您拜託的事情 他一定會全力以赴 這倒也是 這關醫師到底在想什麼 真麻煩 喝咖啡 謝謝 關醫師 你好 媽媽 夏姐 有事嗎 我是來為妳打抱不平的 剛才那些家屬也真是的 怎麼可以用這種無理的態度 來對妳呢 他們根本沒有搞清楚狀況 對不對 謝謝妳 我還想說 關醫師 妳對這件事的看法是什麼 我沒有什麼看法 妳有什麼委屈可以跟我們講 我們媒體可以幫妳先當正義的 是不是上面有個交代不能說 還是說跟妳的私人 跟黃院長的關係 馬小姐 怎麼一件這麼簡單的醫療事件 到妳們手裡 就變成很多人犯罪的社會問題 這件事情現在還在調查 我們有什麼好說的 可是妳們這樣一直沉默下去 到最後就變默認了 可能還會有人說 妳們不敢面對啊 或者是 黃小姐 我現在很忙 有什麼事以後再說吧 好 這是我的名片 如果妳想改變主意的話 可以隨時隨地打亂給我 可是要記得要早一點喔 謝謝 謝謝 今天下午三點鐘 於本淵新鎮大樓十二樓實體中心 蘇醫師 妳好 HHH 韓芯 我剛剛看到那個好像是電視台的記者 她不會是來問妳跟黃昱朗那件事情吧 沒事吧 她只是想要掏一些消息而已 妳沒事吧 有沒有什麼需要幫他們的地方 妳要讓我知道 我沒事 我自己可以處理的 都笑了嗎 最近有去看劉欣萍嗎 我自己有點擔心她 我希望妳可以幫我多留意她一下 劉欣萍是堂主任跟舅父的病人 他們會教育她的 怎麼妳們說的都一樣 我這樣說有錯嗎 不是 不是妳有沒有說錯問 我上次不是問過妳 妳也說舅父的技術很好的 妳要不用太擔心 怎麼現在要擔心起來了 不是 我沒有懷疑舅父的技術好不好 我一直只是說 我看過那個S光片 我還是覺得Pro A放在那個地方 真的有點危險 為什麼現在大家都把重點放在那裡 是誰是誰的病人 誰幫誰看病就會得出外科 我明明不是這個意思 什麼叫做什麼沒有倫理沒有是非 發言不覺得妳這樣講有點過分嗎 既然劉欣萍是秋風動的刀 本來就應該讓她去照顧啊 這有什麼不對嗎 這個因緣倫理有什麼關係啊 對話是這樣講沒有錯啊 可是我只是因為擔心劉欣萍這個人而已啊 所以 再這麼講她曾經也是我的病人 我不管劉欣萍究竟應該是誰的病人 我也不管你們唐主任跟徐主任 到底是什麼在鬥爭的 我不知道妳現在在不滿什麼耶 妳上次先說不介意 然而現在又把妳病人被強折氣 發在秋菁神的身上 妳就這樣公平嗎 關心我沒有這個意 妳有沒有覺得這個整個醫院 就像著了魔的空間一樣 每個人都不知道在爭什麼耶 妳還有這麼多的病人 妳為什麼非得也要把目光 放在劉欣萍身上 難道就是因為她是總統的女兒 就非要由妳來照顧不可嗎 對不起 當我沒有說過 這樣講真的 很棒 我真的喜歡 不應該的 好 我們畫下來 鮮影劑從靜脈注射進去的時候 會覺得全身熱熱的 沒關係 但是正常現象 我要你現在深呼吸 別氣 不要動 拜託 我是叫你不要動嗎 你這樣哭拍出來照片亂七八糟 怎麼能看 來 特殊病房 妳好 總統先生 找欣萍 好 稍等一下 欣萍 爸爸電話 爸 你怎麼樣 忙不忙 還怎麼又背歌你 好可憐 你放心 我沒事 你不用 你真的沒事了 我有事會找你 好 拜拜 喂 休息室 在 在 在 你等一下 主任 主任 快 快 誰啊 你學院房開 院院長 找你 好 快 嘿 院長 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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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事嗎 哦 我馬上過來 快 請喝醬 快 吃死 請喝醬 不行 И呢 我們都到家 去喝醬 就來 我去喝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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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喝醬 我去喝醬 我去喝醬 有精采 你去喝醬 恰恰不 到现在还没男朋友 嫁不出去了 我那件医疗纠纷 就是他负责麻醉的 有听说过 你知道对方狮子大开口 要八百万的赔偿金 八百万 对方有没有抓到你什么把柄 倒是没有 只是我很忙 实在没有时间老耗在这件事情上 如果能早一点解决 我倒不排斥给他们一些钱 只是这笔钱的数目还有待商榷 当然 数目这么大 我是有点担心 关医师会肿拥家属 要求病人做病理解剖 他干嘛这么做 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还是担心 万一白纸黑字 弄上个病理报告 总是不太好 说的是 我知道贵客邱副主任 跟关医师交情好 曾经拜托过他跟关医师谈谈 可是好像没什么回应 很抱歉 那天因为很急 所以直接去找了他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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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管医师这个人十分固执的 光靠邱庆程 未必说得动他 所以我想 是不是 麻烦您去直接找麻醉客的赖主任 关照医生 请关医师暂时不要有动作 等我把事情处理完毕 我会给他一个交代 来 院长 赖主任这方面 绝对没有问题 不过他去泰国开会 等他回来 我找他谈 不过 我认为现在 钱是最重要的问题 郭泰 我把你当自己人 才敢这样拜托你 细节你要怎么做 我不过问 这样 你也有比较大的空间 你返回 好 我明白意思 我会尽力而为 那 我就谢谢你了 应该的 院长交代的事 就是我的事嘛 谢谢 喂 我是 马小姐 今天不是都问过的吗 这是单纯的医疗事件 都是过世至死 原因还在调查 等有了结果 我会告诉你的 对不起我正在开会 谢谢你 我正在开会 谢谢谢谢 你看都快被人惨了 连记者都找上门来了 今天这事一上晚上 希望我的头都打了 刚刚那个马小姐 是不是BTV的马亦芬呢 对就是她 这些当记者的一个比一个麻烦 喂 厂经理是吗 哎哟 唐承认啊 厂经理 我的花篮收到了吧 收到了 谢谢谢谢啊 不用客气了 以后要叫你厂经理 而不是叫厂主任喽 那我什么时候 要改口称您是唐院长啊 嘿嘿嘿嘿 哎 希望我真的有这个命呢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鲜影机停留在锁骨下 静脉前面的时间太长了 静脉前面都长出一些 不规则的新生血管 血管栓塞 血管栓塞 怎么这么严重啊 副主任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你看到这么多的病人 你为什么非得也要把目光 看完刘欣平身上 难道就是因为她是总统女儿 就非要有一个人来照顾 她是发烧那么一点小理由 在那边大作文章 你到底谁跟谁不去啊 对于你没有办法牵制帮 总统女儿开刀 是自己说不在意的 你怎么现在又把病人 被抢走的这个怒气 发在吹吹神身上 是不是有助的不是 我现在就让你去 接触刘欣平 那不就跟唐伯特 就算当初是让你的伤刀好了 你以为这样子的话 在汽车会里面 拿着麦红讲话的人 就会是你吗 太天真了 对你一定要忘记了 一定要等到最好的时间 再出手 感谢观看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你還好嗎 我來幫你量溫度 還是一直在發燒 很難過對不對 給 對不起 我有點想吐 我來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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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进入异业时 我真正的保证 要奉献一切为人类服务 要奉献一切为人类服务 凭着良心跟尊业从事医业 病人的健康 唯有首要顾念 开始旅行寂寞很清醒 我在靠近过去的远程 有限 恋人只是路过时的风景 曾经太过年轻 却绝对意诚信 我与的爱始终任性 不断化开只一次的爱情 曾经太过年轻 泪穿着逃避你的坚定 我真的还相信 我相信 我相信 会购带到你 在靠近过去的远程 我相信 你会不会有机会 有限完 但是你会不会不断化 你会不会有限完